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北市交通局调整了三项交通措施 包括了夏至时间缩短770处路口号至红灯秒数 限停15分钟机车隔改人工开单计时 以及7月1号起机车路边停车五指化开单 改以简讯通知带您一块了解 炎热夏天高温动辄飙迫30度 为了减少停等红灯时间 台北市交通局即日起到9月1号 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缩短770处路口号至红灯秒数 平均可缩短30秒 主要是因为我们台北市的车流量比较大 为了提高道路的疏解效率 我们在各方向会配置比较长的绿灯秒数 那同时也会造成红灯比较长的情形 但是因为夏天的天气炎热 一号夏季期间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的这些离风时段 那会在770处的号制路口去缩短红灯秒数 平均可以缩短红灯大概30秒 那也希望透过这一次专案可以减少道路使用者的曝晒时间 那也更友善机车以及行人族群 针对北市24处限时15分钟停车隔 为了改善部分隔位遭民众久战情形 17日起停在该机车隔位之车辆 将有人公开立零元单 记录停放起始时间 台北市目前在本市24个地点 有设置限停15分钟的机车隔 主要是为了外送员以及民众短暂使用需求而设置 那为了防止限时15分钟车隔被久战 那我们会有新的管理措施 就是从6月17日开始 会有人公开立零元单来记录停放的开始的时间 如果预时就会被举发 那请民众务必依现场的告示牌面来停放 如果有违反的情形 可以依道交处罚条例除600元以上的罚缓 另外为推动路边机车无止化开单 7月1号起民众只要上网登陆车号 未来机车停在路边收费停车隔 将改以简讯通知 原自主开单APP将于6月30号晚间12点起停止使用 本次停车费查询网改进了最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将原本的所有的功能整合在一起 那也首次加入了会员的概念 那民众只要申请为会员之后 除了可以享有新推出的政策 无止化开单的服务之外 那也可以整合就有的 包括返讯通知 然后跟停车费查询简讯服务的一个功能 那民众也可以很轻易的去查询到它 关于我们的路外3A绑定的会员 以及它月票购买的一个场地 那提供给民众一个简洁方便 直觉易懂的一个界面 那有关我们的无止化开单部分呢 我们7月1号开始即将推出这个新政策 那这个政策是民众只要在网路上登记 我们的车号 然后他注册他车主的名字 然后通过验证之后呢 我们这边之后就不会再开 他的机车停车缴备通知单 那取而代之的是会用简讯的方式 传送到车主的手机上面 那车主收到这个简讯之后呢 就知道他自己有被开过的停车缴备通知单 然后车主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查询 他被开立的停车缴备通知单时间 那如果要缴费的话呢 也有几种管道 我们也推荐民众使用非现金支付 包含我们的智慧支付 以及我们的银行代购的缴 那如果说民众还是要到超商去缴费 他还是可以到多媒体电信机去列印 他的停车缴备通知单 然后命缴费 那现在的话我们为了推广这个无止化呢 在9月30号之前 我们有推出折价的优惠 那如果民众登记无止化优惠 就会先折5元 那使用非现金支付 包含我们的智慧支付 以及银行支付的话 就会再折5元 也就是说每笔停车缴备通知单 会折10元 那相对于机车组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优惠 那也希望民众多多使用 那在10月1号之后呢 使用无止化开单 再绑定智慧支付 或者是银行代购缴 就是每笔折5元 那6月16号 也就是今天就会开始实施 那也希望大家多加利用 三项交通措施调整 希望带给市民更便利的交通环境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 疫情期间宅经济当道 刑事局就破获了一起 PS5的诈骗案 一名昵称猫哥的张姓男子 圈称有大量便宜的 热门游戏主机PS5 又使民众进行投资转售 但到交货时间 张男却借故拖延 粗估有50多人受害 投入的金额已经高达 700万元以上 贴出与猫哥的LINE对话截图 被害人问何时可以收到货品 对方却完全没有回应 刑事局破获一起 PS5诈骗案 一名昵称猫哥的张姓男子 宣称有大量便宜的 热门游戏主机PS5 又使民众进行投资转售 但到了交货时间 张男却借骨拖延 首先他在各大赖情组上面 跟大家说他有便宜的 PS5的货源 也就是说他有15800 这个原价的PS5可以卖出 那现在PS5的市价是25000 所以他是低于市价在买 所以就很多人跟他采购 跟他并购 但一开始他有正常出货 出货之后呢 他 所以就很多人跟他定 可是到后来他已经没有货可以出了 所以呢 他就跟一些消费者说 你的15800放在我这边 然后你的机器不要拿 我每一台用市价卖出去 那我卖出去每一台都可以 我卖出去的利息 卖出去的利润我们就可以对分 比如说一台卖出去可以多赚6000块 那我们就可以对分3000 所以你的本金跟机器都不要拿 然后我可以不定期的分利润给你 所以就是变成他的房市骗局这样子细迹 这到最后呢 就有一些被害人说 那我的机器也没有拿到 不然你退款给我好了 否则我要去报案 他为了要拖延 不要让被害人去报案 就叫新买家把后款汇给旧的买家 这样导致旧的买家账目被冻结 那本案呢他涉及三种诈骗手法 被害人数50多人以上 受骗金额大约700多万 其中最多的是400字的2万 有大队于一六平台分析发现 近期发生勾起PS5游戏机台诈其案 其手法细地用PS5游戏主机 炙手可热 把全台缺破通常性态 鱼各LINE通路评组 其网友间贴文表示 有PS5游戏主机 便宜货源管道 初期向草述人正常出货 建立买家信心 进而大量订购 一方面又扬称调试 可向其投资PS5主机 约定本金保留 由其代为操作 和享持续分论等 类旁式骗局 进而吸取大笔 投资及购买金额 事后却以各种理由 推脱、拖延 甚至失联 致被害人警局受骗后 分组至救贿 并致各地警察机关报案 税由本大队不具夷征办 安京本大队调院相关资料 分析追查 辅引被害人提供之相关情织 掌握本案判行为张某 与近期报警 台湾台北地方检察署 职位侦办 持居票、搜索票 前往台北市中正区一带 弃货当行归案 并查扣作案搜集 本案初步清查 被害人遇无实名 诈骗金额 遇新台币700万元 文人有大批被害人众 尚待清查通 选案经询问后 依违反刑法诈欺罪 平安法等罪嫌 引起台湾台北地方警察署 侦办 刑事警察局呼吁民众 购买网购商品 应循商与良好 正通管道之卖场 明大利 若有价格 逆偿便宜之商品 更应提高警觉 切勿太多便宜 而落入照片陷阱 刑事局表示 出估有50多人受害 投入金额高达700万元以上 目前该案仍有大批被害民众 有待清查 全案依诈欺 银行法 已请台北地检署侦办 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 当您家中监视器无法收视时 请先将数据机后方的电源线 拔下5秒后再接上 接着等待5分钟 让数据机登号及讯号稳定 并到本公司官网进行网络测速 确认网络速度是否正常 网络速度确认正常后 请确认您的监视器设备 是否能正常启动 或联络您的监视器厂商 确认设备是否有异常 如果您近期有更换数据机 或监视器设备 请先到官网 重新绑定固定IP新设备 若障碍仍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遗免无法排除 怎么结束 有追剧有视讯网速只能降呐 不能这样 那就快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一句只要999 再送數位頻道免費看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再帶你來看新一區公所 正在一樓的文化一廊 展出新著名美術班的畫展 創作的學員有來自中國 香港及菲律賓 用不同的繪畫方式 描繪出自己家鄉的風景 建築和生活場景 表達疫情影響下 不能回鄉時對家鄉的思念 也藉由不同的風土人情 展現多元的文化 新一區公所開辦的新著名美術班 學員以畫我家鄉為主題 展現豐富的成果作品 正在新一區公所一樓的文化一廊展出 新著名美術班指導老師劉偉華 同樣是新著名 畢業於湖南師範大學美術學院 透過蠟筆 水彩與拼貼等多元的方式 指導學員們描繪出家鄉的風景 這一次呢 我們的題材是畫我家鄉 就是以自己家鄉的建築物 然後風景 還有一些特色的傳統節日或者是生活的場景 作為題材 那因為學員大多數都是沒有繪畫基礎的 所以我們運用的創作的方式呢 是很簡易的 可以容易上手的 那我們有安排這個素描的鉛筆 它的畫材很簡單 然後另外一個我們有用拼貼的方式 也就是我們收集一些不同顏色的廣告紙 然後呢 通過拼貼我們的建築物 然後背景再搭配水彩 也可以呈現很好的效果 那還有一個是用蠟筆搭配水彩的方式 通常這種方式呢 是在兒童繪畫方面比較運用的多 但是小朋友操作起來容易 那我們大人就更好發揮 所以我們還有一張就是用蠟筆加水彩的方式作畫 我們這一次的就是來自三個地區的 一個是大陸地區的嘛 那都是很多不同省份的都有 然後遠至那個新疆的啊 然後比較內陸地區的也有很多 然後還西安的啊 山西的啊 山東的啊 都有 就像我是湖南的 我們有好幾位湖南的同學 然後再來有兩位香港的 然後有一位菲律賓的 我這個手撕畫呢 就是叫撕貼畫 用廣告紙 這個撕下來根據它的顏色的那個拼貼 然後我是拼貼的那個威海味 這裡叫威海味 大陸已經就叫威海 它的海草房 就是它的屋頂呢 是海草 很厚的海草 那個是海裡面的草 然後牆呢 是石頭砌成的 當地人說呢 是冬暖夏涼 現在呢 他們也是作為一個像古蹟似的 我也是特別到漁村去看到 有些公園裡面呢 像市區的公園 它有時候可能會弄一些亭子啊 或者再造一些這樣的海草屋 海草房 是的 很療癒 因為不在於你的技巧如何 畫得怎樣 但看到自己有個成品出來的時候 真的很開心 哇 我也能畫成 我給我的親友 給他們看 我親友裡面也有一些專業是畫畫的 哇 你還有這個水平 真看不出來 我說是逼出來的 廣告紙的話呢 因為這是第一次 我說是我的著作 後來也是在老師的教導下就知道嘛 比方說那個它的顏色的那個怎麼區分呢 你比如說它是黑線條的時候 你就盡量用一種顏色弄成一個線條 你像那個屋頂啊 你也用一種顏色就大致的嘛 就說上面有字也沒關係 就大致是這個顏色 你給它區分開來就可以了 這種體驗也滿棒的 新住民美術班的學員們來自中國 香港和菲律賓 畫作中可以看到香港的鐘樓 還有菲律賓的陽光與海灘 欣賞一幅一幅的畫作 也彷彿展開不同國家各地的旅行 劉偉華老師也透過畫作 來介紹自己家鄉湖南的日常美景 那我呢 一共有三幅畫 那我的素描畫的是賽隆舟 那之所以賽隆舟呢 是因為我的家鄉在大陸湖南的蜜羅 那蜜羅江跟屈岩那麼的息息相關 然後我們傳統節日端午節呢 也是從屈岩的故事延續而來 所以我畫龍舟 賽隆舟這一個傳統節日 或者是說我們那邊的一個生活場景 就非常的具有我們蜜羅的特色 對 代表特色 這是第一章 那第二章呢 我有畫岳陽樓 用拼貼的方式拼了我們家鄉的岳陽樓 那蜜羅他是屬於岳陽市管轄 那岳陽市是比他高一級的行政單位 那岳陽樓呢 也是歷史非常的悠久 從宋朝的時候就很有名一直到現在 而且他也是非常有名的木質建築 全建築全部都是由木造而成的 所以他也是非常的有特色 所以我就建築我選了岳陽樓 然後還有一個就是家鄉的我生活的那個地方 隨處可見的風景 因為我家住在洞庭湖旁邊 洞庭湖旁邊每天都有人會汽水啊 捕魚啊 所以我就畫了一個在夕陽下捕魚的場景 通常都是白天會很熱 夏天的時候 傍晚的時候比較涼爽一點 然後魚兒呢 也願意從深水處到潛水處來活動 所以漁民在這個時候會撒網 然後會那個布鎮 那還有一種就是用魚網插在那個湖面上 插在湖裡面 然後隔一個晚上 就像陷阱一樣就會捕到很多魚 所以那個是對我來講 非常隨處可見的一個景 很美很美 雖然簡單 但是跟我很親切 從小熱愛美術的劉偉華老師 很高興能與信義區公所合作開班授課 推廣創作的技巧 給更多新住民朋友 那關於我為什麼喜歡畫畫這件事呢 它其實有可能是一種天賦 也有可能是自己從小的一個熱愛 因為我小的時候就很喜歡畫畫 然後就是連自己家的牆壁沒地方畫了 還跑去鄰居家的牆壁上畫的那一種 那所以很自然的 在小學 中學 大學 求學的階段 雖然家裡的經濟狀況不是那麼的好 然後也家人不是很支持 可是我自己很堅持 我就是要學畫畫 我就是要畫畫 所以也很順利的 我就一路就是美術班 然後師範大學美術學院畢業 畢業之後就當美術老師 那那個是在來台灣之前 來到台灣之後呢 其實我一直 一直還是很想要教畫畫 但是因為可能環境的關係 我不是那麼的容易 但是通過跟區公所合作 區公所給了我一個很好的平台 然後我就從剛開始的時候 兩個同學 三個同學 那後面五個同學 七個同學 到現在區公所就是向所有的新住民招生 可以這樣二十個同學 二十幾個同學 就慢慢慢慢的成長 然後我在教的過程當中 把我對畫畫的理解 然後再傳達給我們的新住民姊妹 然後讓他們也有所收穫 這就是讓我覺得很有成就感 讓我很開心的事情 這個事情是一直讓我很感動的 就是說凡是有來上我們畫畫課的同學 我覺得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的那個態度 都是非常的認真 積極的 自我要求也是很高的 然後像這一次線上課 那我跟同學講 我說你們有什麼問題 可以 不是上課的時間私訊給我 我都OK 都知道 那有幾位同學幾乎天天都問我 老師接下來我要怎麼畫 所以這些同學認真的態度 就是真的讓我很感動 也讓我決定說 只要我們這個班 還可以再繼續開下去 我一定就是很認真 很認真地教下去 老師是教得不錯 我這是第二次 我也沒有任何繪畫基礎 這是第二次上課 第一次上課的時候 那簡直是急得渾身冒汗 都不知道從何下手 然後我就發現人的潛力還是蠻大的 最後每一個都能逼出點什麼東西來 因為老師可以隨時可以指教你 那這第二次就有一點印象 有點概念了 比如說那個素描 灰 黑白灰 它的顏色的怎麼漸進呢 然後那個蠟筆 它是比較 色彩比較豔麗的 然後那個水彩呀 它比較靈動 所以呢 就 嗯 還有那個橡皮擦怎麼應用 哈 那個衛生紙都可以用 衛生紙可以擦出雲來 所以就說 有學跟沒學還是大不一樣 老師呢也很耐心 你有什麼問題 反正隨時去問他 他都給予耐心的指導 只是說後來這幾節課呢 因為是要 呃 要線上教學了 老師當然更辛苦 他說的更多 那 就不像當面指導 是吧 這也就因為疫情嘛 沒有辦法就這樣 我們就發揮更大的潛力吧 透過畫畫創作 學員們一方面可以抒發 疫情下的思想之情 另一方面也展現出各地的風土人情與文化 畫我家鄉的展覽 展出到六月三十 歡迎民眾到信義區公所一樓的 文化藝廊來欣賞 記者陳淑萍 台北報導 一字起身測試 讓者雙手鬥鬆 完成連續起立 坐下一次 一 二 三 長輩針對延緩失能的六大功能指標 進行評估 結合日常生活經驗的圖像 配合四種不同語言的語音功能 方便不是自己閱讀困難的長者 且透過資源地圖的整合 方便查詢居家附近有提供運動 及營養課程的據點資訊 這是國建署推出的健康好朋友 進而促進長輩個人身心功能健全 延緩失能 國建議 我現在提供這個長者梁六立 這用起來呢 它實在的方便 如果他給我說什麼感想沒有 比如說五十個字 他抓得住我 我抓得住他 怎麼講呢 因為這個長者梁六立呢 設計出來非常簡單 操作 所以他只會抓住我 裡面呢 對於所有解釋的部分呢 包括有文字 還有動作 還有違定 這些東西呢 讓我們長者呢 開始使用的時候呢 重複的看 重複的做 他就很容易學習到 而且呢 東西呢 看它只是影像體力 裡面有很多這樣的資料 可以運用 包括剛才講的有六立 對 那這個東西呢 對我們老天爭來講話的 如果是老是待在家裡的話 真正性的會才會 那不給大家知道 我今年起始學 那我也是一個 太好運動 所以說運動呢 才能保持你的肌力 所以呢 我是希望呢 在這個各位呢 參加這個 知道這個訊息以後呢 回去盡量把這個訊息呢 會有親朋還有分享 讓越多人呢 如果參加這個 長者良六立 自我評估 不擔心 年滿65歲以上長者 每三個月 或自覺身心功能狀況衰退時 可以運用長者良六立 賴官方帳號 進行自我檢測 並掌握自身狀況 其實大家都知道台灣是高齡化的社會 可是高齡化的社會 高齡化的社會 大概在四年 有個人裡面就會有一個事 長者 我們常常跟小費聊天的時候 聊 聽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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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老了 我們常常聽他講話就老了 但是我們都把這些功能的衰退 當成理所當然 可是事實上這些功能的衰退 我在這裡一定常 他是可以預防也可以延緩 所以其實大家來正式 不要一直覺得年金長了 年金大了 就什麼都該弱化了一點 所以今天工人間準備的長者良六立 其實我們也有參考 世界衛生組織 就是長者整合提估的六大功能 我在這邊再練一次六大功能 包括認知面 行動面 營養面 視力 聽力 跟憂鬱 六大面向 這六大面向 我們希望能夠透過一個 很快的一個方式 可以讓長者或者是長者身邊的家屬 都能夠其實對他來做一些提估 題目不多 大概就是六大面向十四個題目而已 那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讓自己知道 我們到底有哪些功能 有一些可以再提升的地方 那在這個部分 其實在去年 我們其實就有做過一些示範 可是我們發現說 一來是也是COVID-19的影響 那二來是一定要讓長者去到醫療院所嗎 所以呢 不少也指示我們 你要讓長者在家裡都同意的呀 所以我們呢 就是去努力開發了這樣的一個 一個比較友善的系統 那我在這邊一定要再廣告一下 這個系統的三大好處 一個是操作很友善 一個是越南很友善 操作友善就是註冊簡單 那大家就不用操作單的問題 那第二則呢 越南很簡單呢 就是說 一個頭有知識性的 有文字的部分 也有影片的部分 第三個查詢很友善 那查詢的部分呢 就我們有很多的社區資源 或是相關的需要 進一步轉介的醫療院所的部分 我們大家在裡頭都有 那也會一直不斷不斷的更新 就封肅裡面的 可以查詢資料的內容 那同樣才告訴我說 這個line我自己也有加進去 那這個line裡面的還有四種語言 所以我們盡量會再優化 那今天其實很感謝 待會呢 我們會有一個FAMO的一組家庭 那再來呢 就是待會我們介紹完 真的很歡迎大家 現場就拿起手機掃一下 那今天晚上或者是有機會的時候 跟你的寶寶好嗎 或者是爺爺奶奶見面的時候 多了一個話題 大家來聊功能評估好不好 我必須跟大家說 在目前台灣 雖然平均措斌越來越延長 但其實國際上更重視的 其實是失能這個問題 就是說我還沒有失能的 這個健康力量多長 那要達到健康老化這件事情 那什麼叫做健康老化 其實健康老化 就是一個維持持續功能發揮的過程 所以當我的年紀越來越大 我一定會有一些人力的下降 怎麼樣維持跟及早去做介入 那就是變成一個相當重要的重點 那這個六例其實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那我背的方式 跟大家不一樣 我們就從頭部開始 認知猶豫 那接下來就是可以食重 那也要吃得下 這就是行動力還有營養的部分 那最後就是我們的關係 那其實這六個能力其實大家 這個是WHO其實做過很多研究 把這六個能力特別指出來 那這六個能力其實是互相都會有所牽連 其實我們遇過很多的長者來 他是認知開始摔分 吃不下 又沒有體力 那結果做一做評估之後 後來都經過醫療院所的檢驗 那他是假光線的問題 那經過改善之後 其實發現慢慢都可以回復 所以其實我們可以發現 有一些事在醫療介入之後 其實可以獲得很明顯的改善 那日平其實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因為我們在疫情中更發現一個問題 就是說當長者來住院的時候 或者他來到門鎮的時候 其實我們往回推他其實問題 可能在三個月 六個月 甚至一年前 甚至疫情發生的一年半前 兩年前 就已經出現了 那這個時候再做介入期 就開始變得有點慢 就有點感激 所以如果可以透過制庭的部分 那其實我們其實一般在醫院裡面 我去做病史的質問 最能夠發現的都是家人 有時候我們問老的家子 就可能也靜太清楚 但是問從旁邊的家人來看 例如說是現在的住院的病人 我們會問他今年過年的時候的狀態 去年年底的時候的狀態 那其實我們就可以慢慢抓出一些 一些出師馬資 那日平我覺得是相當重要的 我們有些居家的患者 之前我們也有遇過 就是他發現老人家開始認知變得太好 講話很害怕 結果後來發現是好像聽力怪怪的 那跟我們說這種 看起來聽力裡面有點問題 他就轉接到耳朵 把裡面的耳屎跟一些小問題 發言或是主力 MTT就恢復了 認知功能好像也比較改善 所以其實有很多是急性推出 那我們如果提早成立 老人家的退化就會變慢性性 那國際府在這方面 因為老人造物其實已經投入很多心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有一些資源地圖等等 其實這樣的評估 在過去在醫療院所 在診所 在醫院其實都有多類似的評估 不過過去都是由健康照護診所提供 所以問題又複雜不高一些 所以很 謝謝國際府這麼用心 提供做了一些調整 讓大家可以更簡單的 初步的篩檢發現自己家中老人 有沒有這樣子的問題 在做沒有LINE的應該很少 那LINE這個的好處就是說 我昨天跟同事在分享的時候 我就跟我說 這LINE以後應該要把這個長輩圖 做進來宣傳一下我們這個平台 就是大家以後打高不可 今天量用力的沒有 就是說這三個月定期有沒有量用力 那而不是LINE只有傳長輩圖的功用 那大家在家中也可以透過LINE這個平台 那彼此交流 在全國裡面分享老人家目前近期的狀況 那我想這樣子為 這樣子及早的介入 不管是醫療的介入 或者是很多的社區資源的介入 我想對長者的健康一定會有長者的幫助 若自我評估發現異常 可以查詢居家附近提供長者功能 評估的醫療院所 請專業醫護人員協助長者檢視 或評估異常的原因 今早發現與治療 長者良六立 九九九天空 記者文君台北報導 疫情期間 飼養寵物的風氣日盛 對毛小孩的官暗和消費支出 造就了寵物經濟蓬勃發展 毛巾鏡成為時代學問 台北市道江商職與醒無科大 東森寵物雲簽署合作聯盟 期盼讓學生就業無縫接軌 未來的出入 升學跟就業都有了 所以 來我們商業經營科 寵物經營組 就讀的學生 其實未來家長一點都不用擔心 升學就業真的沉入 我們剛剛 美農長所講的 無縫接軌 秀出毛小孩經濟 台北市道江商職商業經營科 110學年分成商業經營組 與寵物經營組 培育萌充產業技能 近期也透過醒無科大的牽線 與業者結盟產學合作 醒無科大 他們有了 跟這個東森寵物雲 能夠他們有這樣的一個學程 讓我們能夠加入 讓我們的孩子能夠更擴大 尤其現在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寵物雲的這個部分 我想這個寵物的經營上面 我想在整個市場上 它是一個很夯 而且非常有市場 產值也非常的大 那因此我們在這方面 能夠培育更多良好的人才 進入這個我們商業的產業裡面 我們在簽約以後 我們就希望能夠進入 醒無科大的東森寵物雲學程 然後孩子們 學生們都能夠進入這個地方 來做實習 然後讓他們能夠很順利的 在醒無科大的東森寵物雲學程裡面 不僅能夠學習課程 而且能夠實習 更能夠進入東森寵物雲 實際的能夠將來來做一個工作 能夠讓他們能夠做一個良好的發展 我們人之處協力是 就是 醒無的 那是校友嘛 那也因為有這層的關係 那還有就是我們總裁這邊跟 我們也是希望藉由產學合作的關係 然後在學術跟產業合作的部分 就是可以讓學子 學生 學校的學生 可以做到無縫職業櫃 這樣的一個部分 一直以來 像過去我自己是開過補習班的 那在一天 就是在學校的時候 就是 畢竟跟在職場 它是其實是事實上是不一樣的 像 你像好比說在學校 它可能做的是夾狗的操作 或者是模特犬 它是已經有訓練過的 從小訓練過的 所以它是非常安定的 但到職場 可能是你一直接著一直做 它會有時間上的限制 時間到了主人要來接 那可能對學校的孩子 他可能一剛開始到職場的時候 他可能沒有辦法適應 所以藉由就是 產學合作的實習課呢 他可以去適應說 喔原來將來到職場的時候 會是這麼樣的一回事 然後在這個過程中 他可以去調整心態 去適應這樣子的過程 然後讓他在畢業的之前 他可以知道 這是不是自己要的 我覺得我認為這個過程 是對孩子來講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時代的趨勢正在改變 那這個的改變呢 我不一定是我個人看到 但是在幾年前剛好接觸到 所謂的毛小孩的災經濟 這樣的一個毛經濟的產生 那這個經濟的產生 就表示未來趨勢 越來越蓬勃的發展 幾年前我遇到了 當時的所謂有晶片的小狗 就在全台灣就已經有兩百多隻 兩百多萬隻 那現在呢每隔一年呢 大概都增加了二三十萬隻出來 表示的就是這個趨勢 是一直在成長的 那這個又可以凸顯的 就是所謂銀法族的一個經濟的產生 那我就覺得這個東西 勢必應該來跟所謂的學校共同分享 那我想到的就是 人才的培養 絕對不會說只靠大學這四年 如果能更早的來做 所謂的未來的職業的選項 那不是更好嗎 所以我才會來到道江商職 跟我們的林校長 來跟他來分享 我覺得未來的趨勢 這個毛小孩的經濟是有機會 可以讓學生 學習到三年後 他要就業或升學都可以的一條路 所以我才很努力的建議他 是不是可以考慮把課程裡面 放入所謂的寵物經營的這個項目 寵物經營組聘請金牌師資授課 傳授寵物美容 保健 照護 飾品課程 從最基本的食物訓練 幫毛小孩撿毛都大有學問 因為從小家裡就有 就是怎麼樣 從小在一個很多寵物的 就是家庭面長大這樣子 所以從小就是很喜歡小動物 就是不管什麼動物都很喜歡 然後所以就是之後會想要 往寵物方面去發展 然後或是一些跟流浪動物 有關的方面去發展 我學應該是我們課程總共 就是到目前為止有九堂 那第一堂就是只有這樣學科的部分 然後後面八堂的部分 有四堂是在學剪刀就是剪夾狗 然後有四堂是在就是學洗狗狗 就是一些基礎的美容 因為我們秀到市場的就是毛巾劑 所以呢我們科就是決定要 就是另外再增加寵物經營主 我們學校有一個很資深的老師 就是他的畢業學生 因為我們之前商業經營科沒有寵物經營主 那一位畢業的學生呢 他自己在外面 花了很多錢就去補習 然後去學寵物美容的秉級技術師證照 然後去考西級的那個美農師 然後他對寵物很有興趣 所以呢我們經由那一位學生的介紹 因此幫我們先介紹了那個寵物美農師的老師進來 然後接下來呢我們就是開始籌備我們的寵物美農教室 然後在去年四月底的時候 我們就決定要額外增加寵物經營主 然後在去年八月底的時候 我們的寵物美農教室就是完工 因此從去年 110學年度第一學期 我們的寵物經營主就開始招生了 高中高職有寵物美農這一塊的學校其實很少 那我們學校的優勢呢 因為我們一方面交通便捷 二方面我們的師資是很優秀的 因為我們的師資是台灣八顆粒股分有限公司的會長 然後他旗下有很多很多的老師 然後另外設備的話我們是全新的一個設備 然後我們學生的優勢在於他學商業經營科之外 就是商業經營科的商業財塊領域的技能之外 我們又另外學習了寵物美農的一個技能 所以我們學生學到的是兩個技能 然後考取的證照也是雙重的 我們在高一的時候考電腦軟體應用秉級技術試證 高二的時候我們會考門市服務的秉級技術試證 還有寵物美農秉級技術試證照 所以我們的優勢是很比其他的兩所學校還來得具有更有優勢 而且寵物美農這一塊就是現在有這個科的真的很少 蒙蟲產業爆發 倒將商職培育學生掌握寵物服務商機 增設的寵物經營組開設寵物美容寵物照顧寵物門市經營等相關課程 並增設百萬全新寵物美容專業教室 搭配專業師資讓喜愛寵物的同學可以學習到寵物經營方面的能力及證照 學生也會有相關產業的校外實習機制 記者汪君台北報導 妳的設計我覺得很… 怎麼這樣 行… 你們家又視訊又追劇 我說只能這樣嗎 不能這樣 大家換中家寬評吧 中家寬評 國際認證 用戶實測 雙料網速第一 全家標網 暢快有感 1G只要999 再送WiFi省器 現在就辦中家寬評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中家集中新聞 我是蔡小君 新聞一開始要先帶你來看為期十天的2022城市博覽會 6月19日圓滿落幕 市長林友昌表示 陳博會展期告一段落 並不是結束 而是新的開始 多數場館及公共空間 會內化成為基隆市的城市魅力之一 讓基隆持續朝進步的方向前進 通知 翻轉 以整個城市作為展場的2022城市博覽會 包含55個展覽 藝術裝置及上百場的精彩展演 加上日夜不同形式的觀展體驗 及期間限定的海上遊城 短暖10天展期吸引了無數民眾參觀 其中位於西二倉庫的主展館 起點城市中的沙坑裡的秘密 最受大小朋友喜愛 不少外縣市民眾也對基隆的印象完全改觀 淘寶我覺得蠻有趣的 對對對 因為它結合一些QR Code 你可以把那QR Code掃描看你掏到什麼樣的寶物 對 我覺得蠻有意思的 我覺得還蠻有趣 而且小朋友會有比較探索的一種樂趣吧 就有新奇感 而且我覺得他蠻厲害的是 他還可以去做QR Code掃描吧 就是真的有寓教於樂 其實去年跟今年都有來逛藝術季 然後有覺得就其實還蠻 以前就是基隆差不多就是這樣 能玩的就差不多 但最近因為有這些活動 就是因為我在台北 就會覺得很近 就是可以來多來走走這樣 這幾年來是真的變化真的蠻大的 而且還真的有看得出來有在用心辦展覽 這個我覺得這次的展覽不輸台北 就連基隆市民自己也認為基隆變漂亮了 卻能保有小時候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就住廟口 所以對15分鐘可以到的距離很有感覺 就是我生活的範圍 對 那你覺得敬你的這個技能變化了嗎 變漂亮了 可是還是保有以前小時候的感覺 包括九國駐華時節與故宮博物院院長無蜜茶 都前來一睹陳柏惠風采 作為著名歷史學者 吳明察認為 城市博覽會把基隆近幾年的蛻變 做了最佳詮釋 我們看到這個林市長把這個港跟水的 這個特色給完全的展開來了 所以我們就看到了一個 可以淋水淋港的一個悠閒的都市 我覺得是一個很好的一個城市翻轉的個案 這個是我們基隆市完成了全台灣第一門城市 全市的3D的數量模型 10天的展棋導覽了上百場 基隆市長牛昌講到快韶瞎卻樂在其中 而最讓他感動的就是透過陳柏惠 讓基隆能重新找回自信與光榮感 願意相信基隆的未來可期 更重要是大家非常清楚說這七年多來的時間 基隆的城市的蛻變 不是天上掉下來也不是一觸可擊 而是經過整個市政府還有許多專業的團隊 還有很多人一起共同努力 所達成的一個成果 我想這一部分值得大家來珍惜 那我相信基隆所有的市民 甚至是包括已經離開基隆的基隆人 其實這幾天大家都回來看基隆 那全台灣的這個社群的網絡 幾乎是被基隆城市博覽會所洗版 所以大家趕來基隆看這個城市的一個推變 那我覺得最有成就感的是 大家看到基隆的改變 也相信他們自己所處的一個城市 也有改造 也有進步的一個希望 那更重要的基隆人找回自己的一個光榮感 讓基隆未來的進步可以持續下去 短短10天的展期讓民眾意猶未盡 對此基隆市長劉昌強調 基隆市舉辦城市博覽會 與其他縣市不同 在於不會因為展期結束就歸零 包括成績轉運站 國民廣場 要在司令部與正兵 漁會大樓等 都會留下來 未來也會有新的策展 成為基隆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 整個城市就是我們的展場 所以10天的城市博覽會結束之後 並不是一個據點 而它是一個新的起點 也就是這些場館 或者這些公共的空間 在未來都會有新的團隊會進駐 也會有新的策展 所以整個城市的發展 跟整個城市的魅力 它已經是融合成一部分 然後會繼續的延續下去 以國門展區主展館 起點城市為例 總策劃觀光及城市 行銷處處長曾志文表示 雖然室內展場 西二倉庫是向稿公司借用需歸還 不過展出內容將妥善保留 像這片參觀民眾 最愛合影的大型童子藝術 就將與創作的藝術家合作 轉換為另一種形式保存 請藝術家再把它回收 同時再賦予它一些新的意義 那這個藝術家正在構思中 等它做好了以後 它也會送給這個基隆市政府 那第二個部分呢 就是我們的這裡面也有蠻多的掛軸 那這個掛軸呢 其實是把整個基隆的生活的 很重要的代表性的這些元素 來做一些策展 所以這些掛軸呢 我們也會把它留存下來 創下數個全國第一的 這場城市博覽會 在舉辦期間 家貧如潮口碑爆棚 各大社群也被相關新聞洗版 劉昌強調 城市博覽會證明基隆能做到 其他城市也做得到 希望藉此分享城市改造經驗 鼓勵台灣其他縣市 能更有信心推動翻轉改變 而2022城市博覽會C展區朝景公園 6月18號有一場風光與海音樂會 多組的獨立樂團及音樂人 展現雄厚的實力 與聚集各地環保攤位的市集 吸引了許多民眾 在開闊的草地上野餐 開心享受基隆海洋的浪漫休閒 мат 위祈往 地低帽 森れた浪漫休閒 森 David 森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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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团轻快的乐声让人沉醉 这里是曹金公园 正在进行2022城市博览会 系列活动的风光与海音乐会 除了邀请多组独立乐团 与知名音乐人带来最棒的演出外 周边还有集结各地 以绿人及海洋环保为主题的摊位 许多民众从下午开始 就来到这一处广阔草地 边野餐边享受基隆无敌的上海美景 只说很棒 很不错啊 就是搭的景点很漂亮 然后又可以听到喜欢的乐团 然后天气刚好也很好 就还不错 在海边啊 很舒服的环境 谢谢基隆把 就是城市同时在发展 但是把大自然也保护得这么好 所以无论无座今天想要送 就是市长我们的 谢谢 我的专辑生存法则T恤 然后还有那个 就是我用二手的衣服做成的环保袋 基隆市长宁友昌也出席这场音乐会 并与智力推广环保的创作歌手 吴文芳交换文创礼物 邀请大家一起来保护环境 更期盼透过陈博会系列体验活动 让来到基隆的民众都能感受到海港的温度与浪漫 这个系列的一个活动非常的吸引人 所以你看从今天下午的一点一直到现在已经晚上 满满的都是人 我想我们呈现的是一个海港城市 是一个海洋的一个风情 那另外在这次的活动里面又特别强调永续跟环保 所以以及这个简单生活 所以今天来到这边的所有的摊商 都是以这个唯一一个理念 相关的一些工作室或者相关的一些创意的工作者 那今天满满的这么多的民众 其实都支持这样的理念 所以我们很开心透过陈氏部闪会 也能够传递新的价值 然后也鼓励大家重新认识基隆这个城市 所以今天满满的都是人 真的是非常的感动 从下午一点到现在 大家都不想离开 记者张旗潘基隆报导 再带你来看民进党宜兰县县县长参选人 江聪渊和县议会党团到基隆参访城市博览会 江聪渊推荐立委蔡适应是第一名的立委 和市长林永冲一起建设基隆 由蔡适应接棒最为合适 代表民进党参选宜兰县县县长的江聪渊 参访城市博览会 受到市长刘昌和立委财政局热联欢迎 其实应该是作为台湾跟全球竞争的一个发动机 市长林永昌当起的导览员 江聪渊看到基隆这几年转变 基隆也是台湾头 也是一个国际接轨的城市 很重要 所以我们看到执政者 有这么好的一个能力 今天也特别来取经 也希望说学习 又昌的这种执政 最好的成果成绩 在我们宜兰 也可以来做最好的一个 学习连结的一个关系 最重要是说 看到一个在结合台湾发展上面 有很多中央的资源 跟地方相互结合 这个是非常重要 基隆有港口 有国道 也有轨道 相关的这种建设的铺层 都是很重要 所以我希望说 我们能够 基隆宜兰其实就是相连结 而且有很多的宜兰乡亲 都在基隆这边任职 或者来这边安居乐业 江重渊对蔡世英赞予有加 强调她是接棒基隆的国人选 世英在立法院是第一名的立委 各项的表现都是大家有目共睹 而且在替基隆争取预算上面 更是不予以利 我们看到这个佑昌有这么好的一个执政成果 其实跟世英委员是有连带关系的 他用最大的力量争取很多的预算 在整个建设铺层上面有一番成果 所以这个等于也是替他自己在打下未来要执政的一个基础成果 所以由他来接棒 这个是最适合的一个事情 他对基隆的了解 对于这个基隆的未来 对于预算的争取整个铺层 他都辽络指掌 比如说就基隆来讲 发挥海港城市的优点 发挥大台北都会区里面移居城市的优点 而宜兰可能就发挥他独特的角色 甚至是大台北都会区里面 大家在六日最想要去的一个地方 但是这个还有相关很多的配套措施 那这个都是我跟崇原兄 未来如果有机会的话 在我们各自的领域里面 必须要好好的来努力的一个方向和目标 这个蔡声音委员接下来要接棒参选基隆市长 那我们江崇渊 这个接下来是我们的宜兰县长 所以非常欢迎他们来 然后我也跟他们做一些市政上面的交流跟分享 我想这个一棒接一棒 棒棒是强棒 我希望他们两位都能够接棒来继续基隆市政 以及宜兰的一个蜕变跟发展 那我对他们两个的专业 还有他们政治上的能力也非常的有信心 所以非常谢谢 欢迎他们今天来做这个访问 蔡声音和江崇渊合体 已经打算共同为基隆和宜兰县的未来建设 全力以赴 记者洪梢明基隆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家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家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另外我们也与FM轻松电台96.9联合直播 欢迎准时收听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先将数据机后方的电源线拔下5秒后再接上 并等待5分钟 让数据机灯号及讯号稳定 接着至本公司官网进行网络测速 确认网络速度是否正常 如果测速结果正常 却仍然无法收视 请您确认此时是否能浏览其他网页 如果可以顺利浏览网页 却仍然无法收视 请您确认是否使用非法机上盒 提醒您 任何侵权及非法来源的影片 都可能导致非法机上盒 无法正常收视 本公司也无法保证影片品质 如果障碍仍然无法排除 请来电客服中心 由专人协助确认 散播假消息 好可怕 让我来带您看一起假消息的社会案件 话说基隆有一名富人在聊天群组 分享自来接中药行夫妻确诊死亡 还附上消毒照片在LINE群组 不断被转传 越闹越大 连中南部清流也知道 搞得左邻右舍都很紧张 大家避之为恐怖 及后来结果怎么样雷中药行夫妻根本没死啊 也没确诊啊 当地里长找到这名散播消息的夫人 她解释并不是有意的指示转传 没想到事态会这么严重 她亲自前往下跪登门道歉 中药行老板最后决定原谅她不追究 这是真实案例 要告诉您疫情期间假消息 可能就在您身边一定要聪明辨别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 记得一眼见不一定为真 二分享前再想一下 三养成讯息查证的习惯